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狀況 6月尾的時候 我就說 情緒出現了一些問題 可能7月份就會休息多一點 其實現在很緊張 因為我隔了很久才自己一個人 在家一個人打開相機和大家聊天 好陌生的感覺 7月份 其實我自己呢 我是覺得我有休息到的 大家如果是打開youtube 看7月份我出片的數量 其實我也是有出到的 但其實有三條片 就是一早已經拍下的 是跟回原本的 schedule 有兩條片就是7月份去拍的 對於平時 基本上一個星期出3至4條片的我來說 近乎三個星期的時間裡面 只出了兩條片 是真的超級少 所以我自己覺得 相對上我是有休息了很多的 而且在這段期間 其實我真的沒有怎麼打開youtube或者IG 然後留言那些我真的盡量都沒有看 其實不是沒有看 是不敢看 今天是7月19日 我覺得我今天的狀態是不錯的 不知道 很久沒有這樣自己說話 沒有什麼邏輯 可能我說話會很亂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其實由我發現自己 可能情緒上有些問題的時候 我也有去嘗試找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就是我覺得我要停一停 出片 然後第二就是 雖然說我沒有怎麼看youtube 但我也有看一些很療癒的片 其中一個我覺得很療癒的片 就是我看到一個韓國的youtuber 他是專門寫日記的 他把日記設定得很漂亮 那他那個日記就不是寫在寶 他就寫在ipad 我自己覺得很療癒 我就忽然間在想 如果我把自己的心情都記錄下的話 會不會都是其中一個可以令我輸壓的方法呢 因為輸壓的方法很多種 而其中一種是經由文字把自己的心情寫下來 以前有些人會對著馬桶說話 說完你的心底話 然後衝刺 就可以把你的煩惱衝出去的同一道理 那所以我就覺得 我是時候要寫日記了 因為其實我很多年沒有寫過日記了 我以前很小時候可能是小學的時候 我會偶爾寫日記 但也不是經常寫的 但當初為什麼沒有繼續寫下去呢 我覺得首先第一個原因就是 覺得麻煩 每天都要寫一些東西 第二個原因呢 我覺得是因為 當時候呢 小日記是一定要用寶的嘛 用寶的話其實會很省位 而且那時候呢 我經常很害怕 會不會家人會偷看我的日記 始終我覺得日記是一個很私人的東西來的嘛 我不希望我最心底裡的想法 是會有除了我之外的人知道 所以那時候寫一下呢 就停了 雖然其實都不是什麼秘密 但始終那個是一個我自己的私人世界 所以 我就沒有寫下去了 而最近我看完韓國YouTuber寫日記的方法之後 我就在想 啊 我或者用這個方法 都可以幫到自己 所以我就想著 參考一下它這個做法 那它就是用iPad 然後配合一個寫Nox的app來寫日記的 其實在6月底的時候呢 我就有去買iPad 現在呢 就和大家一起來開箱 我的iPad 還有我會介紹一下 我是怎樣去寫我的日記 那我今次買這一部呢 就是最新2020出的iPad Pro 那為什麼會買它呢 因為首先 就是我覺得它的大小是剛剛好符合 我的需要呢 它是11吋的 它還有一個13吋 但我覺得太大了 然後它可以配Apple Pencil來用 雖然我現在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用它來寫東西 但是 我覺得它剪片的app 都是非常之流暢 所以我覺得 對於我們這些經常要剪片的人來說 是很大幫助的 那現在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寫日記的時候用什麼app 我看基本上全部人呢 都是用這個叫做goodnotes 我通常就是 今天會寫昨天發生過什麼事 那但是呢 為了給大家看呢 我就 兇了五月份出來 因為本來我打算 六月份可以拍給大家看 但是 結果心情關係呢 就沒有拍到 所以呢 那現在呢 我就要寫五月的日記給大家看 那這裡呢 是我自己做的一些template 因為其實我看到有很多creator 他們都有分享他們的template 但是 因為我想要那個size是長一點 那 所以我就自己做 但是格式其實基本上 跟他們用的東西差不多 做得到 音樂 啊 我已經說過 恩 為了 是 非常確定 媽 2 那 真的 喂 我們 想要 我覺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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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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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